Hello,大家好,我是小思 大家好,我是阿汤 那我们今天呢就会带来我们茶室系列的第一期 唐代茶室 那我们看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 然后包括我们这上面金灿灿的一些用具 就可以说明我们今天啊 就是一个非常唐风的一个茶会了 那我想问一下阿汤 那个唐代煮茶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区别呢 唐代实际煮茶呢 它其实是以煮饮的一个形式 我们现在是泡饮嘛 所以呢它当时在煮的时候呢 会加入盐和一些香料 然后把它煮出来 所以当时叫吃茶 吃茶其实就是在这里 那我经常听说啊 人家会说唐代煎茶 这个煎和你刚刚说的煮是一个用法吗 煎呢这个字呢其实呢有很多误解 第一点呢就是说 大家是为了区分唐代时期的煮茶法 所以呢叫唐代时期的煮茶法呢 就给它起了一个叫唐代煎茶法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大家都知道日本有煎茶道对不对 其实日本的煎茶道和唐代没有半毛钱关系 就是日本的煎茶道呢是明末时期才传过去了 所以说我们现在一般都它称之为唐代的煮茶 对其实总称为煮茶法 我想问一下我们唐代有没有什么画作 可以告诉我们有唐代煮茶法这个方式呢 嗯画作的突出的去说茶室呢还是比较少的 但是呢在唐人工业图里面呢有一个局部细节就有当时的那个煮茶的一个细节 嗯那他今天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唐代真正的这个煮茶步骤有哪些 可以啊就是我们今天一边演示一边开始好不好 好的好的 那在唐代呢因为制作茶叶的工艺呢是不一样你可以打开这个器具 这是一个储物罐 储物罐 对打开然后里面有茶饼 直接打开 对对对 哦它是一只乌龟是吗 嗯应该是一只玄武吧 玄武 对对对 然后把里面的茶饼对对没有茶饼 对是不是跟我们现在的茶叶好像是不一样是吧 它是这种碳黑的对 然后很干 是的 闻起来也是这样没什么味道 因为当时呢它的那个制茶工艺呢它是采下来之后呢是会先把它捣碎 捣碎之后呢然后用蒸汽去给它杀青 然后呢再把它按照模子你可以看到上面是不是有花纹 对上面是有图案的 然后呢是把它放到模子里去压出来压出来之后呢然后再开始烤干它 哦 对所以跟现在的制茶工艺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那我们把这个茶叶呢拿到手之后呢第一个步骤呢就是要把它在火上面烤一烤 烤一下对 然后今天没有准备碳母啊 好像我们今天就烤不了 对烤不了 那这个呢也是为了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拿了一个这个样的茶笔 它是烤完之后然后放到这个里面去捻碎的 还没有到这个步骤 就是说其实唐代的一个步骤呢是其实还是蛮多的 一共呢有六大步骤 第一个呢就是制烤就是要把这个茶叶先把它烤松烤软烤脆了 然后呢再放到一个叫纸囊里面 就跟现在的那个茶包袋一样 那种袋子 然后呢再把它塞进去用一个碾子把它给敲的碎 这种 嗯也可以用这种 但是呢它现在用这种之前呢它如果再讲究一点细节的话 把它就放到里面 然后用一个滚一下 那它变得就是把它松开 不是这个 还是不一样 对 把它松开 嗯 松开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导谷里面去把它再一次粉碎 嗯 粉碎之后呢 再把它放到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碾子里面 再给它再做一次粉碎 所以我们这几个步骤目的就是为了把它碾碎 对对对对对 因为摸上去其实还硬邦邦的 摸上去很像碳化的 对对对对 那那今天呢我已经把茶粉的已经碾好 哦 没有这个步骤了 那放到的这个这个是罗合 罗合 对它是用来过滤那个茶粉的 你可以看到啊 我为了干净一点 我下面垫了一张餐厅纸 哦 对 这个呢就是我碾好的 碾好过的一个茶粉 对 然后这个茶粉呢不是用唐代的那个团茶的制作工艺 那我用的是那个湖北恩氏的恩氏玉露 因为恩氏玉露呢 现在为止还是用的一个真青的一个工艺 所以它 是我们看到它比较绿 对 它还是比较完整的保持了那个唐风的那个口感 然后呢 我们现在要烧水 这个烧吗 在唐代时期呢 它其实是用铁器 那个呢叫斧 斧底抽薪的那个斧 其实就是它是一个铁器 然后在北宋时期呢 就是苏东坡不是来过我们宜兴吗 他当时被贬 然后到宜兴来教学嘛 他就发现我们宜兴当地呢就是 像用一种紫色的桃来煮茶 对 然后那个风味呢 要比铁器煮出来的更纯正 就更好喝 所以呢 当当时呢 苏东坡也是就是有记载是做了一些 像紫砂类的一些煮茶器的 对 我今天呢 是因为为了口感更好一点 所以就背了一个这个紫砂器 而不是用铁器 懂了 就是这个 对 它就里面直接说来煮茶了 是的 小四我想问一下 你会平时会煮茶吗 我会 对 我用什么煮呢 我一般就是那个 现在的那种白茶 老白茶 对 我就听说 那个老白茶 冬天的时候煮 要跟佛手 或者是陈皮一起煮出来 味道会很好 所以就买了一个那种 玻璃的那种煮茶器 然后里面就是放那个 陈皮啊 陈皮啊 然后还有就是老白茶 放在一起煮 在唐代时期呢 它煮茶呢 它是讲究了几肺 其实它水呢 一共有三肺 三肺 对 那我们是怎么去观察它呢 一肺的时候呢 它跟鱼的眼睛是一样的 鱼眼 对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它水呢开始慢慢的有声音了 然后二肺的时候呢 是如莲珠 就是它上面开始 跟珠子一样 一直往上冒 三肺的时候呢 就是像藤波鼓浪一样 其实就水开了嘛 超到了一百多 翻江倒海 对对对对 那这个你刚说是单纯的水吗 对啊 纯水那个观察吗 对 哦 上一次这么观察水的人 好像还是水歌呢 所以我们就是直接开始吧 因为我茶已经粘好了 对不对 那我们就演示一下 它在煮的时候呢 其实里面还是要放香料的 那在地底 像香料 是我们平时煮五花肉的香料吗 在古代时期 就是你知道胡椒吗 对 黑胡椒那个吗 对 胡椒 其实在古代的话 胡椒要贵过黄金 所以他们在煮茶的时候 会放胡椒啊 会放猪鱼啊 会放刚刚您说的橙皮啊 是不是因为胡椒是薄来品 一个是薄来品 还有它贵 对 唐代也是非常奢侈的 当然我今天演示的呢 只是加盐而已 加盐 我刚刚想到有胡椒有盐 就是羊肉汤啊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叫吃茶呀 对 真的可以在里面吃饭吗 那不行的 它其实放第三费的时候 就是已经停煮了 因为它陆旅的茶经上有记载 就是三费之后的话 这个水就老了 就不能喝了 我们正好要等那个水费 同时呢 我看到我面前的这个杯子 我没有看错吧 它是瓷器吧 对 有时候会把它放到我们唐代茶室里面来 因为呢 其实啊 在唐代时期 钦慈的出现已经开始有了 已经开始出现了 你确定吗 可是好像很少在博物馆 还有钦慈 有 那不然的话 那为什么宋代的时候 钦慈就非常大的一个发展 其实钦慈在唐代时期 已经开始有了 对 然后呢 我今天用的 给你用的是一个白菜的 可以看出是一个大白菜 这是个白菜 对 它是一个白菜型的一个展 爱心 它是一个不规则的吧 应该说是 就是菜方子 那它为什么顶上 还会有个脑红的呢 这样 但是这属于一种装饰嘛 我就正好看到了一套这个杯子 其实这个杯子不是很贵啦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那里面还有那种 那种菊花日式的那种是吧 对对 这个还有点薄金在上面 就还蛮日式的 对 它是苗金嘛 所以其实 唐代是晋银期更多一些 它是晋银期 流利器都更多 但是瓷器在那个时期 其实也是蛮贵的 我刚看到这个 它是是个银的 但是它是做什么的 等会我们会用到 哦 好的 我听到有声音了 是水费了 那我看一下 看到是几费 那现在呢 就是已经一费了 那我们要开始加盐了 嗯 喜欢吃咸一点吧 我喜欢口咸 但要放那么多啊 会放辣椒吗 一般啊 一般的话不放辣椒 那这样的话 你变成麻辣香锅了 我们开始等它的第二 那到时候呢 就需要你来用这个器具 这个是一个扫饼 哦 对 就拿它拿过来呢 就等于是搅拌一样的 哦 挺好的 那赢的是不是还有个好处 我以前看好电视剧 就会说赢的是可以验读的 那是不是我搅的时候它变黑 就说明那个茶里面有毒 我顺便还可以起到一个验读的效果 你这样想也是可以的 我们先尝一下咸淡子 我知道你喜欢喝咸的还是什么 我喜欢喝蛋的 真的啊 这就是一杯早上被妈妈逼着喝的盐开水啊 你尝一下 就是我刚做了那么久 就是一杯盐开水 对 行吧 就是盐开水 古代的那个陆宇的尝试上是有记者的 你自己尝一下 就一杯加完盐自己尝一下咸淡 就是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制它 对的 发现的紫砂器啊煮水特别难 对啊 所以它慢炖了 你看它里面是双层气孔啊 然后它受热的话 像很多气你可以看到它滚着一下子对吧 但它因为像小蜂子一样的慢慢滚 那我们再等它的二废 二废的时候那样就开始上场了 这个我们不喝不掉的是可以倒在这个里面 不能倒在这个里面 这个是个熟鱼 到二废的时候呢 我们先不要搅到 先舀两勺汤出来 然后到三废的时候要用它去浴滑 对吗 对 它就是其实就把它精华涌上来啊 那我们等一会等到二废的时候 好的 这个时候呢就要加茶叶了 我来加茶叶 喜欢喝口味重一点还是清淡一点 我觉得这一锅也清淡不到哪里去了 就干脆重一点吧 好的 不断的搅拌啊 小四小四快来看 你觉得这个好不好看 它看起来很像那个 淡花汤 嗯 其实这个就是汤花啦 淡花汤非常密集对不对 其实我已经能闻到它的香味了 对吧 香不香 还蛮香的 对 在古代呢它因为它这个制茶的工艺啊 所以它那个茶呢其实是可以直接喝下去的 嗯 就跟吃蔬菜叶子一样 还可以补充一定的鲜味素 是的 就是其实它不能说是茶 就是一道汤啊 它就是茶汤啊 就煮茶汤嘛 那它现在呢已经开始连续地滚了 那我要把刚刚二费的时候的这碗汤呢就倒回去 纸费 因为水已经冷掉了 对这样的话可能没有 然后再等它翻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盛出来喝了 那好啦我们这已经三费了再煮下去呢茶汤就要老了 所以呢盛茶汤呢都是放在这里盛的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茶汤啊还是依旧有在翻滚 那个茶叶末翻滚的速度越来越来越缓慢 像那个分子运动一样 对 然后呢它边上的这一圈呢就是 茶末 对茶末呢在里面可以看到轻轻的跟青苔一样对不对 然后要盛茶汤呢先要盛里面这一层 你很神奇它原来真的是会水跟茶分离的 对啊 就是末末的位置 所以末应该可能是它煮出来的精华 大家看一下啊 那个茶汤的整体颜色呢它其实是偏黄的 觉得它更浑浊的整体 不会像我们泡出来这么轻 先闻一下 对 清香感还是在的 对的 除此之外呢就有一种咸香的味道 就算盐的味道还是能闻到一些 那唐代喝茶有什么讲究吗 唐代喝茶的话 它的最大的讲究其实就是几勺嘛 三十四到五勺 后面就不喝了 其实你这一杯是最好的 前三勺 对 我这一勺呢是后面的 所以说最好的滋味就在这 那喝的时候有什么讲究吗 喝的时候只要不要烫到自己的口气 哦好的好的 那我们尝一下 干一烫 又咸又苦又涩 实在也受不上好喝 等它回甘就啥了 它的回甘还带着一种咸 很奇特 试试第二口会不会感觉好一点 依旧还是很刺激 干啥 比你一口稍微好喝一点 对它的回甘还是很不错的 它是有心筋的 不是因为你的茶叶好吧 倒不是因为这个 是因为盐啊 那它已经产生了一件反应了 化学反应 对 然后它会让它放大它的口感 这很奇怪 第二口喝完之后 我现在还有一点想喝第三口 还有那种奶香味 嗯 所以它就是一碗汤 就是一碗 有点苦涩的汤 就跟生活一样吧 我会自己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2020年 是吧 2020年就是 我们大家都很想跨一个一年 很多人会觉得说 2020有一点点魔幻 那我们现在已经2021了嘛 那新的一页呢 就要开启新的篇章了 对 就让这碗苦涩过去吧 所以我打算干掉它 好的 我们要干掉它吗 我们要干掉它 好的 其实喝完之后还觉得蛮好喝的 喝完之后觉得就很暖和 有些觉得很暖暖的 胃里面都暖暖的 因为它是热的 你现在喝的肉水是一样的 就是在 但是我们经历了这么久 等待它漫长煮沸的一个过程 就可以体会到说 古人对煮茶呢 不仅仅的是一种滋味的享受 对 更多的是一种 可以说是眼脸情操的一部分吧 就是你的耐心啊 你的气度啊 还有你煮茶的一个方式啊 都会去体现你这个人的个人品味啊 气质啊 敏性啊 特征 都是有关的 所以说茶也是君子是不是 对 好了 那我们这一期呢 唐代茶室就到这里结束了 然后谢谢 拜拜 拜拜